谢雨 你终于痊愈了 你终于可以和楚云天这个废物离婚了 梦瑶 这一年 为了能为我及时出血 有个移动血库 你委屈自己 和楚云天这个废物结婚 让你受苦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这点苦的不算什么 如果 这次是你最后一次输血了 我们很快就能把这条狗扔出你家了 在干什么呀 你倒是醒的挺快的 我们在干什么 情侣之间 在干什么 不是同学妹吗 骗我 哼 说 你哥过旧是梦瑶为了能为我出血 找着移动血库吧 你能入罪到林家 我最后有需要你的血 你明白了 除云天 要不是我宇哥需要你的血治病 你以为我们已不明明 每天看到你那张脸 我都恶心的反胃了 既然醒了 那现在就先你去协议吧 我 就先去协议吧 我这年为了救你 何哥 这些不要秘密给他书写 就是为了报答你小时候的救命志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救你 我什么时候救过你 要不是只有你有这熊猫血 你以为我会选你当老公 你不是我的救世人 小废话签字 你哥 你终于能正当光明的在一起了 没有 这个废物 我忘了不好了 你会早报应 蜀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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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救他120 我会救你 蜀云天 对不起啊 虽然我知道我姐你梦瑶 和谢雨对你做的那些恶毒之事 但我在您家人为言轻 能帮你做的 也只有这一件呢 希望你能走出这段痛苦的回忆 保重 你这么多 说 你那么多 在这一件事 是才能说 你刚刚 是知晴晨的神 是他救了我吗 你 你 不管呀 马上过来呀 少爷 这些年你在邻家体验生活 老爷一直都惦记着你 想请你早日回龙吟 跌管第一世家 知道了 你先帮我调查一件事 当初在瑜伽宫接我 到底是谁 你们马上去查 少爷 你的身份要不要 早一点告诉少爷 少夫人 这个女人 不配做我处于天的老 是我当时眼下 错把云路当成了珍珠 你梦叫 谢女子 咱们的账 万万算 什么 他们敢谋害你 我最久带人去把他们抓回来 向你请罪 不用了 我要亲自动手 让他们尝尝我所遭受的痛苦 是的少爷 对 查到了 既然是他 李孟瑶的妹妹 林青城 真没想到 造化呢 我的恩人竟然在林家做用感 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李孟瑶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告诉我吧 我暂时先不回龙野 我要去林家 照顾清城 好的少爷 走吧 那少爷 咱们在江北的地豪集团就交给你打理吧 届时我们有一届盛大的交流会 全城都会知道你的身份 整个江北都会沉附在你的脚下 好 即刻出发 自主上 林家 我准备明天又回来 林青城 让你这种货乱货 能得到江北付上六爷的青睐 那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 我冤枉了 爸 你不能让我去陪六爷 他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我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啊 有没有学习的 我真的想要学习的 等会就算了 林青城 当年你跟着我跟外面养别的女人 生下的这个祸害 我也是大度 白吃白喝养她这么多年 现在 也该是她做贡献的时候了 没错 让她当幼女的女 从您家 换一张去地豪集团交流会的标题 那是她的荣幸 林青城 每一天吧 每一天 你说了说 爸不要 喊什么喊 林青天爸已经同意了吗 今天你要是不答应 我们就停了给另外一个医药费 我看他在医院能趁几天 你自己考虑清楚啊 不 我答应了 早点答应不就好了吗 现在惹的大家都不高兴 待会如果谢雨 带着给你也到家里来 你再敢吃什么脸色 看我怎么收拾你 六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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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爷了 六爷到了 六爷 您的到来 我们在弘弊生辉啊 就是就是来六爷去上座 陈晨啊 所以这次来 就是来找你的 来陈六爷坐 你知道六爷 我现在这女人从来都没有担心啊 是你这个小性子 等一会我六爷玩腻了 你丢给我的兄弟 改改你的性子 孤狼 我们六爷果然霸气 这种不是好歹的女人 就该好 你们不要拍马去 交控堂我带来 谢谢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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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函 你们已经拿到手了 那林青森 我已经带走了 当然 他是您的人 一切都由您说了算 年姐 我求你 别让他把我带走 我求你了 带走 哎呀带走 不要不要啊 我求你了 哎呀带走 罗伯德你给我老实点 罗伯德你给我老实点 罗伯德你的时候 罗伯德你 cama 罗伯德是罗伯德你 罗伯德你其他的 罗伯德你还没 parameter 因ät 我等着吗 你是不是 说起妈你 写不上 這小子還傻傻的給我豎了一十 哈哈哈哈 那也不用你怕 你廢物而已 掀不起什麼風呢 人家還真是恕不上 先騙我給謝雨書寫 然後再讓京城尾聲於這個老大 你就把天打了一批嗎 臭小子你說什麼 京城給我六爺當女人 那是他的福分 京城乖 到六爺這兒了 今天有我在 你們休想帶著他 還沒有人敢在我六爺收藏女人 楚明天 你突然跑回我家 要護著林晶晨那個賤人 能不成你們之前就背著我 勾搭在一起了 說姐我沒有 林萌陽 你以為我都像你那麼臥蠢 我和京城清清白白 我當時爹下山陽的時候 是他舍命救了我 你們休想再欺負他 我說他怎麼沒死 原來是你這個賤人救了他 你怎麼叫我 陳明天 你趕緊走吧 你好不容易逃離我們家 你連累到底 想走 晚了 都跟我進來 你要讓這個臭小子死了 陳明天 又完呢 你趕走路六 又怎麼辦 你好 喂 你還想叫人 完了 你 給我好好叫一叫你臭傻子 該死了判斷虛擬 這個六爺竟然有這麼多人 雨天 你叫你走嗎 你打破他們的 果然你和小時候一樣善良 我不會丟下你一個人 你怎麼會丟下你 複雲天 警長 複雲天 別打了 打 複雲天 我該把他給我丟出去 走 複雲天 這就是你說的要讓我付出代價呀 我好怕怕呀 就是 上趕著早收入的人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別得意 我們的招 咱們慢慢做 放手 放下我 來接我 來接我 出手 給我攔住江北六爺 我要讓他 是 我 你 開快點 我跟那兒進去受到一肥豪的小子 臭女人 當著我的面跟別的男人不清不楚的 放開我 放開我 跟我老實點 是不是有把你從車上扔下去 怎麼開著車 綠爺有人瞞車 什麼誰敢拿腦子的車 好啊你 看來剛才打你打的還是太輕了 還敢追來 我勸你把清晨完好無所送 不然你今天會死 哈哈哈哈哈哈 好囂張啊 你以為你是誰 哼 六爺 你好大的威風啊 啊 我小子不知道 不知道 我就是 我就是想教訓教訓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也不知道顧大小人家大駕光臨有失原因 敢說我們龍影第一世家的大少爺是矛頭小子 你遵循 你遵循的 你遵循的 還不跪下 六爺六爺六爺 我以為他就是林家的器序 誰曾想他是 誰是他是你們楚家的大少爺 怎麼 還怪我沒告訴你實情 不不不大少爺我錯了我錯了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打企圖小姐的主意了 求你放過我 為老不遵 利用權勢去威逼女人 你這樣的人渣 就該死 管家 江北六爺得罪龍影集團 我要把他徹底封殺 我要讓他破綻 是少爺 顧大管家求求你 幫我求求情 那可是我一輩子的心血啊 求求你放過我好不好 帶走 我可不聽他求人 管家求你幫我持久情 放過我吧 放過我 不會管家大少爺求求你 放過我呀 求求你 別過來 別過來這裡 求求你 放過我 放過我吧 別怕 你睜開眼睛看看是我 楚雲天 嚇死我了 秦城 我不會再讓任何人傷害你了 謝謝你 你沒事吧 六爺 沒把你怎麼樣吧 沒事 江北六爺做人那麼囂張 自然會有人受的 秦城 我問你個事 你小時候 是不是在瑜伽村救過一個快餓死的小男孩 你說那個小男孩 上次我通牌吃的給他後 就再也沒見過他了 秦城 我就是那個小男孩 你救了我兩次 以後就由我來守護你 是你 秦城 你今天受到了驚嚇 先去外婆家休息 你外婆的醫藥費 我來解決 外婆 我連自己都保護不了 我怎麼去保護外婆呢 秦城 這些都不是你的錯 你放心 以後我會保護你的 還是算了吧 我姐肯定不會放過你的 我不想讓你再受千年 你還是走吧 秦城 你要學會反抗 不能再受制於人了 可是 我只是一個私生女 能實力贏不過他們的 你放心 我會幫你的 壁豪集團新開的交流會 屆時有很多權貴基因要去 我正好有邀請函 我帶你去 真的嗎 可以我的身份 無法查捨家族的業務啊 你就放心大膽去吧 這就是你事業開啟的第一步 你說的對 我去 謝謝你明天 是好 楚先生 請你過來一下 我有點事和你商量 啊 秦城 我還有事 你好好休息 好好晃一晃 少爺 這是這一次交流會 負責人發來的邀請 請你 通知下去 把林家所有的邀請 全部做廢人 一個東西 對 我馬上吩咐人去 只是 你為什麼不讓林小姐 知道你的身份 秦城自小 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 我怕這樣做 反而會讓他離我越來越遠 少爺考慮 希望秦城 小姐能夠體會到 你能夠穩定 希望這次稍微的真心 別緊張 秦城 裡面的人再有錢 他也就是兩只眼睛 一個嘴巴 可是我 我 林青城 你怎麼在這兒 六爺呢 六爺 六爺當然是去了他該去的地方 楚雲天 你怎麼這麼一魂不上 這裡是你該來的地方 你們這種人渣都進得去 我憑什麼進不去 我憑什麼進不去 楚雲天 林青城 你們兩個還真是不知廉恥 竟然真的勾搭在了一起 林青城 你就跟你死去的媽一個樣子 連你姐姐不要的氣勢你都看得上 青城 你給我慣了 早和楚雲天這種垃圾待在一起 你們還真會顛倒黑白啊 青城明明是你們的家人 你們一上來就去詆毀他 你們還算是一家人嗎 楚雲天 你一個被我拋棄的垃圾 現在又勾搭上 林青城這個不知捷點的私生女 你們倆可真是夠般配的呀 朋友 我們還是進去參加酒會吧 這種垃圾 不值得我們浪費時間 如果說的對 林青城 你就守著我不要的垃圾好好過 我們走 今天這場交流會 你們絕對進不去 哼 我們進不去你進得去 這是可笑 不信走著瞧 你們還沒有資格跟地豪集團 派上關係 楚雲天 我看你是被六爺的保鏢 打壞腦袋了嗎 我們都有邀請函了 我們會進不去 那我們就打個賭吧 輸了就給對方下跪 你們的邀請函絕對用不上 哈哈 真是不自量力好啊 打就打我們可不會說 是嗎 希望一會兒 你還得這麼自信 春天 你少在這裝神弄鬼的 這個頭一顆丁 我哭 春天 好好照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我們到底進不進的去 王大哥 您看看邀請函 我們可是光明正大 有地豪集團邀請函的人 抱歉先生 這邀請函你作廢 不得入內 有些人又是肚定能進得去 這怎麼可能 你再看你再看一下 我說作廢就作廢 你不要在這裡影響我的工作 耽誤了地豪集團交流費 你付得寫責嗎 老安大哥 你消消氣 你再看看我的 林家 那更進不去 我們接到上級命令 江北林家不得入內 怎麼會這樣 女兒啊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們怎麼好端端的 現在進不去了了 現在 我還覺得是胡言亂語嗎 你少得意 我們進不去 你以為你能進去嗎 哎 我還真就進不去 春天 我們有邀請函的進不去 你沒有邀請函 你怎麼進去 這你們不用管 剛才的賭約你們輸了 現在就給我跪下道歉 我呸 你還向我們道歉 白日做夢 怎麼 願賭不服輸 想耍賴啊 春天 你想讓我們心服口服 那也得拿點本事出來 今天就算我們進不去 那也不能這麼做 你這麼囂張 你進一個我看看 好啊 我今天就讓你們幾個 輸的心服口服 行程 我們走 林天 可我們都沒有邀請函 我們真的能進去嗎 林京城 也就你這個傻子 願意相信他這個瘋子的話了 王大哥 這小子就是搗亂 你可千萬別手下留情 他就是欠收拾 新城 相信我 我不這樣說 嗯 天神 你這是邀請函 沒有邀請函 你不能進去 聽見沒有啊 蠢天 你就別裝了 進不去就是進不去 你以為你說一句 人家保安大哥 就會放你進去嗎 林美鳥 狗眼看人丁是要遭暴影 今天就讓你們幾個開開眼 我姓蠢 想必顧管家都和你詳細交代過 現在我還不能進去嗎 哈哈 真是太可笑了 蠢天 你以為你姓蠢 就是金貴的龍影帝號集團掌權人 蠢少爺 還想報個信就進去 小的有眼無珠 你當然能進 秀的屋裡 我堂堂地號集團交流會的貴客 你是兒等泛泛之位 所能質疑的 你搞錯了吧 妨礙我工作 我有權對你們在現在進行懲戒 憑什麼他們報個信都能進 我沒有要信還反而還進不了 那就問問你們自己 有沒有得罪什麼人吧 什麼 得罪大人物 女兒啊 我們惹怒了誰啊 就是啊 咱們你家不在乎什麼大一家了吧 我哪知道得罪了誰啊 檸檬陽 謝雨 在我進去之前 你們是不是該履行承諾 朝我下跪 你休閃 春天 我檸檬陽就是給狗下跪 也不會給一個曾經 被我拋棄過的垃圾下跪 保安 我記得參加這次交流會的貴賓 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都可以找地豪集團 能頂級保安隊幫忙 是的先生 如果這些人言而無信 惹怒了貴賓你 我馬上叫保安隊來為你撐夥他們 什麼 地豪集團保安隊 那可是有頂尖高手組成的呀 不不 莫妙 保安大哥 你別喊 那些高手 傳聞中可是能徒手掀著胳膊的 什麼 這麼恐怖啊 捕得起 又要玩得起 這是江湖規矩 如果你們實在不想 那我就只好請這位保安大哥 喊保安隊過來 你們是想和保安隊理論呢 還是下跪道歉 你 我楚雲天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我數三個數 如果你們不下跪 就別怪不仁不義 三 二 你不想要 南殘大帳 閉言技術 似狂吹 我願賭服輸 你也別得意 早貴不就完了嗎 非要弄得這麼僵 機場 我們走吧 他沒有我平身 我帶你進去 你可要多學多看 春天 不要你好看 你給我不要的垃圾 現在應該排到頭上來 不要別生氣 我們總會想到辦法 收拾他 可是現在的交流會 我們都進不去 我們還有什麼辦法 一個 你說你找人弄來的那個六爺 他弄來的這個邀請孩 到底靠不靠譜啊 到底怎麼回事 你是不是被那個老公子騙了呀 小雨啊 你看這事鬧的 要是以後傳出去 我們民家以後的臉口哪哥啊 我也不知道啊 誰知道那個六爺辦這麼靠譜 別擔心 我們再想想辦法 可是 可是現在交流會都進不去 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呀 先生請出室裡的邀請函 瞎呀 你要我怎麼認識 哦萬總 是你啊 剛剛沒認出你了 您是萬保育萬總 謝宇 太遠萬總 我爸爸經常和我講你的光輝世紀 您可是我們江北市 最聰明的科技人才 聽說您被調去龍影 顧家高舊 原來是真的 原來是謝祥的兒子 你們真是一個三流小公司啊 真是一點上線性的 萬總說的是 我和萬總 能不能求您幫忙 帶我們進去交流會 是啊萬總 你看能不能幫個忙 這個嗎 謝宇啊 你知道萬叔這個人最不喜歡高舟 就是 該死的老頭 竟然看上了我的遺料 必須進去交流會 放心萬叔 只要你帶我們進交流會 你想要什麼 我一定奉賞 是嗎 那我就不客氣了 我看林小姐 長得真是漂亮 我真是喜歡的 可否請林小姐 去賞臉吃個飯 這 當然 我替孟瑤答應 孟瑤她一個女孩子 總歸臉皮薄 你放心 今天這場交流會結束 你定地方 我一定帶著孟瑤過去 好好好 那就一起進去吧 好謝謝萬總 放心 這是我侄兒 我要帶他們進去 這萬總 可是我家的命令 是林家人不得如類啊 什麼 他們最好集團一個副總 喜歡不動一個小團了 不敢不敢萬總 什麼玩意兒 這位是萬寶格萬總 主要負責珠寶 好我記住了 好 好 讓這點 趕著路了 這麼大人 站不下你是嗎 幹什麼推我們 萬總 您看看 就是 他有十倍 您這麼尊貴的身份 進來 他竟然敢不給你上路 就看到他也是 是一點都沒有你 就是萬總 您常常避好幾攤 交流會出的人 一定要好好受你的威風啊 這可是您的地盤 怎麼能容忍這種混账 在這裡扎嚴 在無萬寶玉的眼皮底下 你敢這麼負責無人 你很有怕 我倒想知道 壹豪集團的交流會 不會變成你萬寶玉 大膽 你一個窮小 被林家趕出家門的配偶寄居 你是不是耳男的膽子 敢知乎萬總的大 打得好 人為萬總的 小子 私所不適合 小子啊 我給你三秒 過來給我磕頭道歉 我沒做錯 你怎麼靠著 我給你給我吃 這個做人大了 我沒有給我死的 沒 聽到 你這 他 他 我兒子 你是 他說 我 都 你 他 是 他 你 是 我 是 原来是姐妹俩 真是一个比一个角色 太后 这十二条看起来应该更喜欢林青城 那就把林青城推出去 免得我女儿会破坏 哎呦万总 我们家青城能得到万总的发展 真的是底上烧烤香了 来青城 赶紧过来 给万总打个招呼 对啊妹妹 万总平常可不是什么人都不怕的 快点万总去一呗 我们家能进来啊 多亏了万总 美严 知道你会不会 过来一边去 你又想保护秦臣 小心我把里面的姿势全部抖了出来 别人在干嘛 快点让你去走啊 怎么能对美人这么凶 倒是不倒起来 真是美 万总 请你上手 万宝月 你得拼近你了 林青城 可不定你谁个人能让你动起来 林青天 你疯了吧 刚刚你对万总大不进 万总还没怎么算上去 你现在进来对万总上 崇云天 老师今天要你好看 地豪集团有你这样的败乐 可真是一大词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谁好看 专家 立刻开除地豪集团万宝月 行业封杀 万宝月 你得开除吧 崇云天 你这演示 演得挺像 你以为你 还能开除万总 万总 我看崇云天就是乱子摔掉了 你还是赶紧等你照顾着就好 崇云天 你别闹了 崇云天 崇云天 你别闹了 你别闹了 崇云天 你千万别少人哪 我都不知道错了 崇云天 崇云天 还是美人懂道理 小子啊 你能让美人给你求情 也算是你小子的福分 不过嘛 要想取得我的原谅 可不是一句道歉就可以的 小子 我不用怕 我不想取上 你帮了我那么多 这次 你欣慰我 我不想让你取上 有些人热脸 贴冷屁股的嘴面 看着真是可笑 崇云天 你还真是可笑 被邻家赶走 自己后走回来 现在贴在人家 邻青城身边 结果人家还不领你的钱 不 我只真的想取一天 因为我的原因 而走 对万总 万总 这么久 我敬你 求您 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好啊 青城小姐 你要全喝了 这样才能显示出你的心理 说不定吗 我还可以放着这些 青城 不能喝 我可以喝 崇云天 你要点点 人家青城自己要 你有什么身份 你有什么身份 就是崇云天 你不过是一个被我们宁家赶出去的狗而已 也就林青城那个借人愿意搭理你 你一个外人 却你少管闲事 青城 必须给万总 我敬酒 崇云天 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要不是刚刚没人跟你求情 现在你已经被地豪集团最顶尖的法案队 告诉你 今年要是再敢挑战万总的底线 我保证 你今天竖着地点 全只出去 独假虎威 狗状人 解决 咱俩的账 没有 万宝玥 看来你还没有音疾吧问题的原子 你以为我说开除你 是给你开玩笑的 小子 你别在这儿演戏 你不是演戏还是干嘛 你要是能开除我 我万宝玉在这儿给你磕头喊爹 好啊 万宝玉 你可别失赢了 到时候可别怪我 孙老爱英 去 毛头小子 胆子到天大 营丞小姐 这种混蛋可不值得你这么大 没人废口舌主情哦 总天 你别吹牛了 万总 你别跟他一般解释 我 我再罪名一般 哎 慢着 林小姐 刚刚我可以答应给你个面子 现在我万某人觉得 楚云天不是好歹 想我放过他 一杯酒吧 林青产 你还不懂 我们万总这是看上来 你以后都想不尽的福气 林小姐 只要你今天答应我做我的女 我就看在你的份上 放过这臭小子 不然我就喊保安队的人 给他好好长长见 我决定一口不像你啊 我楚云天的女人 你也敢动 打我 楚云天 你疯了是吧 楚云天 你想死别让我们店呗 那慢走 赶紧你叫保安给他点颜色瞧瞧 楚云天你怎么能打人呢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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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不上你 真遭殃的 嗯 那保安队 你还不想想 你会开心死后 我 口气不小 我们就看看谁遭殃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季日 离敞 晚安队长 马上给我带人上来 我叫醒一下 楚云天的这个秋晓 楚云天 你完了 我在 你这算赶紧早死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楚云天 老子今天就是让你明白明白 谁才是这片店的主人 哈哈哈哈 谁这么囂张 咱冒出最豪宜的交流回来 我就是随口一说 随口一说 这个地方的主任 当然是地豪集团的主持人 大话少说 是吗万总 你变脸变得可真快 刚才还是一副 自己的天王老子 载个二八王子 现在疼了 你给我闭嘴 我们不打管家讲话 有你什么事 亲一个的胆子 本天也跟我们的贵宾讲话 大管家 这个楚元天就是个捣乱的 根本不是什么贵客 对对 大管家 我们全家可以做证 这个主任天 只是被林家赶走家门 不要费用继续一个 他怎么也不是 对呀 他就是我宁牧羊 我都钻了一只狗 我而已 才不是什么贵客 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姐 楚元天他说 他不是给你做就做嘛 这些经历的就给我们一年了 就从那种不逃 别有苦劳的 你们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 春桥 我们不用和林梦阳 谢谢你 这个哲学经常的瑜伽技 林梦阳 谢谢你 你们在我身上做事 天到好能回 所有都能遇到你们身上 你少阴阳怪气的 当时是你自己自愿 要来给你家当上的女士的 而且给我一座书学也是你自己自愿的 你现在何必又这样做一副 我愿意幽容人的样子呢 就是 春桥 我和孟阳 可自己点都欠你 你们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明明是你们之前春桥 才能春桥 心甘情愿的当你们的一张水库 你们怎么能那个良心状况呢 林心晨 你翅膀硬了是吧 感受我 林心晨 你怎么搁不走老是往外拐 只有你姐姐和谢少 才是你的家人 可云天 你是我们谢家偷弃的一床狗 你怎么敢为了一个这么一个臭男人 来指责你的姐姐呢 金城 你没事吧 云天 你怎么这么说大人 我 我打我自己的女儿有错吗 管家 关我一个事 等我 先把这个女人给我处理 我听说 地豪集团交流会 如果谁敢把你闹散 就给我管出去 是不是 当然了 你以为你家管家会心里不慌 那就麻烦后管家 把这个女 给我攒出去 来人 不要送出去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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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敢挑拨你间让我妈妈赶出去 我打死你 你以为 我还是那个正有你打骂的废物吗 春天 你还试试完呢 你怎么能对孟瑶进去呢 你们可真会颠倒黑板的 我倒他 我都怕糟了我的手 咱们的帐 慢慢锁 不管家 我的投诉电话 你已经收到了 是 那宝玉 是不是该开服了 我不会的声音 少不说八道 我可是地豪集团中 精英中的精英 是吗 你关宝玉 这是你的词课心 从今往后 你不再是地豪集团旗下的员工啊 你真的还错 我可是有实力的不懂啊 你以为 我堂堂地国第一集团 第一号集团的管家 会见我不良不离开玩笑 你的公司已经打了仗了 这个行业不是更不相信 你自己好处为自己 关宝玉 你还以为我一天 在这儿非言语心吗 你不是这样啊 洛人蔡娇张 一定会遭到报告 这就是你的道路 不不不 楚先生 请您撤诉吧 大管家 请您给个机会吧 我不想被开除啊 你只是不想被开除吧 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不不 我真的认识到错了 我承认我输了 我喊你爹 你帮我求求管家 别开除 管家 再管 这种情形独端 那你女人权的人 我相信最好这才是你 人人啊 还有 这叫什么事啊 万总怎么会被开除呢 雨哥 我这心里怎么这么不安呢 不安心就对了 做了那么多错事 难道还会心安 你给我闭嘴 你这个阴险小人 要不是你恶意投诉 万总怎么会被开除 林梦阳 你还真是会颠倒坏吧 今天我们就好好算算账 把你们欠我 你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 当然是好好教教你们 做错了事 该怎么道歉 这一巴掌 是你在队场上今日欠我 反给你 住手 李哥 大管家你干嘛 你没看见我蓝朋友被欺负了吗 楚少的遭遇我们非常的同情 今天我们第好几环 就是楚少的坚实后果 你们这对狗蓝女 狼狼为奸 不把人面当人面了 楚少没让你们下低 你就已经人之意见了 不是的 不是的大管家 你误会了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做 不随 你们把天下人都当嗓子吗 满嘴谎言 毫无道德底线 你们自己做了什么 心里清楚 谢爷 当初你躺在病棚上 我给你说一句 安慰你准备一定的好 是不是觉得我很肯像 这一巴掌 该受 你不能再打我 这一巴掌 我要替你爹妈好好叫一叫 我人挺讲良心 别打 管家 我要让谢家破诊 将北以后 你再有谢家 是 楚先生 立后集团 马上封杀谢家 不要 楚一天 我求你 我求你 现在求饶 当初你们差点要我命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这么不要这么做 爸 我来帮你 谢宇 你这个混账 你怎么能够得罪定豪集团 我们谢家马上就破产了 你这个孽障 你到底干什么 你以后别再回谢家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谢老爷子 自己教育不好儿子 会有人好你教育的 你们谢家 就用全部资产来贫罪了 我完了 怎么会这样 都怪你 要是你说了 我怎么会被锤一天爆 我们家以后怎么会被破散 我掐死你 我掐死你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你这个渣男 我可能是为了你才这样做的 你现在这样反过人怪我 就是你的错 你的错 啊啊 这这这这这这 云天我姐他快传不过气来了 啊 够了 你们还真是只能同甘 你们不能共苦啊 我 我觉得 我的错 哈哈 林雅 你觉得我该怎么处理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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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错了 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你 求你原谅 我再也不改了 林雅 你觉得我让林家给你的行为陪葬怎么样 不 不 我求你别让大管家出手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想撑个你家的罪人啊 这下 这下他也是林家的父亲啊 你不来拉林家开刀啊 你不是说你这这也是你的救回人人吗 哈哈 你怎么让人家惆怀 好啊 那我就不动你 管家 把这个女人公子出相 再也不想见你 什么 我 我 姐 你帮我救救请吧 我要是我要是被赶出江沛人 爸爸妈妈一定会因为担心我而生病的 你也不想看到爸爸为我叫行吧 我 我妹妹 你难道忍心看我一个人 后半辈子接无地锁碎死不地吗 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个妈生的 但是也是同小一起长大的 姐 你先起来 不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 初云天 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让大管家别把我姐带走 我知道 我姐对李造成的伤害 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 但我相信 他已经知道错了 对 对 我真的知道错了 当初 当初要不是因为谢宇这个渣篮蒙骗了我 我也不会这样对你们 求你放过我吧 初云天 求你放过我姐姐一马吧 林梦阳 看在清晨的面子上 我可以对你既往不尊 但是我希望你能洗心革面 好好不忍 一定 一定 谢谢你初云天 你们给我等着瞧 我肯定能找到机会反击 心心的羞 林梦阳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帝豪新船交流会 我不想去 抢你去 什么 你们两个把他丢出去 不不不 爸爸都不要 我可以最早 只要把我丢出去 给我弄太多丢人了 清晨 我带你去二楼吧 江北赫赫有名的大佬都打 什么 还有二楼 你不是说 你要变强吗 我一定要好好帮你 瑞宇 谢谢你 好了 你今天都说了好多句谢谢你 是真的谢谢你 我一定好好学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这样 我就可以去奶奶面前 请求她给我去临时工作的机会了 好 那我们走吧 少爷为了林小姐 真是想非复兴了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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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怎么这么美 吃啊 太过了 我们临家今天被第好集团交流会 赶出酒店大门的新闻参见了 把我们临家组织的脸都给我注尽了 这也不能全放我们呀 要不就把那个明星成和楚云天 要不是他总有那个第好集团的大管家 我们也不会被赶出酒店 对呀老师呢 这确实不是我们的错呀 什么 不是你们的错 还做我的错 妈妈您先生这样 这种事情总是一过就没事了 快知道 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件事 对我们临家里多大的警示 不跳下 这些是你极其群职 你还在这里说 老夫呢 可是我们真的很冤枉啊 会赶出酒店都怪明星成和楚云天 你应该去做他们才对啊 你怎么在狡辩你 真是因为你们 当初隐瞒了林梦瑶和楚云天结婚的这一天 我 我只会了他们俩结婚 你们母亲俩 她刚去 你从 我 可 我可可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也已经被她当过去了 孟瑶 这个蠢祸啊 既然做了 就把事情断好 这就让我们与此的方式 现在看着我们女人家 来一下一颗那么大的电视伤害 你说 怎么解决 我 我能不能 不过去吃当怪党 不过去吃晚饭 你是对你的惩罚 二 就当买了苦肉鸡 心里让因为一部 我明天做了事 对大众所耻 影响了公司的信誉 那你就会 我要让舆论停止 知道啊奶奶 这此老太太 这是不真实 我们亲生的宠人天 都是因为你们才会非法 你们不让我哄过 那我也不会让你们哄过 妈奶奶我回来了 你才知道回来 我还以为你要和那个野兰人 鬼混到天亮呢 明明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只是去交流会学习而已啊 就你这个样子 你还知道学习 要不是你和楚云天 那个混蛋不清不楚 我们自己会没赶去会堂吗 不是我 吵吵唠唠唠像什么样子 林品尘 你刚刚说你去交流会了 你是怎么进去交流会 是楚云天带我进去的 他说在会场工作 所以才能带我进去 楚云天怎么又和你纠缠不亲了 是的奶奶 楚云天只是想报答小时候 我救过他的恩情 我和他只是很正常的朋友关系啊 在会场上你和楚云天那个样子 你说你们没关系 谁信呀 姐 你你怎么样 妹妹 我不要的男人 你要是稀罕 我给你就是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行了 就这样 以后你们做事要给我用脑子 谁以后再做出油损您家容易的事情 一定要按照家规言诚不淡 来奶奶 我能不能想你这件事 说 我想 求您给我一个去公司工作的机会 你说什么 林品尘 你找到晚了 在那集服多办就行了 我想去下班 来奶 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不想一辈子只会洗衣做法 我求求你 我会努力 我会专门我自己的 你给我起来 林清晨 你有什么能力 这次地毫集团交流会 只有林清晨全程参加 这女孩之前 也是重年大学毕业的 长相更神秘的美 我林氏集团要想再发展 林清晨 也不是不能让她设施 奶奶 林清晨她吃个洗衣服做饭 公司的事她什么都不懂 奶奶 我会努力 我会证明我自己 尽量追上姐姐的 你 这事我会考虑 你起来吧 孟瑶 我刚才说什么了 我 我知道了 林来 我去祠堂下回法子 我整个人都会想 我去扶他 你还去扶他吗 他林清晨 自己不知道起来吗 还要你去扶他 好笨啊 我过分 我加给你这么多年 受尽了不少委屈 你现在为了一个小贱人 居然说我过分 陈志玛 你自己不知道起来吗 这事多少年哪 别再提了 啊 我沒事 外婆 我一定會變得強大的 女兒啊 來喝點雞湯吧 歸了這麼久肯定餓了 媽 媽 奶奶今天到底什麼意思啊 我怎麼 我怎麼感覺她對林青城的態度 沒有之前那麼冷淡的呢 我也有感覺 那怎麼辦 奶奶不是真的想要林青城去公司上班吧 我難道以後要和一個私生女生家產嗎 這種事情我們肯定不會讓它發生 您家的家草以後必須是你的 媽 那我們怎麼辦 既然現在林青城這麼不安分 妄想從你手裡奪走林家家 那我們也不人意 我還沒想到你 這樣真的可以 當然 你奶奶年輕時候特別在乎那個副生服 你堂哥 以前不小心把那個副生服上面滴了一點水 當天你來人直接叫他餵池堂 當天你來人直接叫他餵池堂 製作了所有的母份 這麼生氣啊 我一會兒就去 林青城 自定了 我一定會兒來奶奶年 當我不出家 關家 那您準備的東西怎麼樣 好 您要親自給清澄小姐送進去 这些工作需要的东西准备的不错吗 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真是早也真是伤心 他进可能不进 你们有没有看着我的护身玉佩啊 妈妈你冷静点你别着急 家里就这么大我们慢慢找肯定能够找得到 你先做你先做 妈的护身符不是一项都放在观音佛前焚香一小时吗 怎么会不见的呢 奶奶你别着急 我们帮你找一找 对奶奶我们现在再帮你找一找 快去快去 哎呦这怎么会不见的呢 该不是进了家贼了吧 你少说几句吧 那可不一定 人心难测可不是妈妈 你 otra vez 这个 什么 什么 公安 iqu安 小溪 小溪 奶奶 玉玉佩你給我跪下 不是的奶奶我沒有 還敢狡辯 在你房間找到的不是你是誰 是鬼媽 清晨 你怎麼這麼小是你 這個玉玉佩可是你來的那種命根子啊 不是的 爸奶奶 玉玉佩我都沒有見過呀 你們相信我我真的沒有 還查什麼查 真是就在面前 奶奶他這個孩子呢 一定是他今天早上班還沒有答應 他懷孕在心才不會這樣子的 爸 那麼小就心想想 我看是留不得了 對呀奶奶 這護身符都憑了你一大半輩子了 現在就被林青城這個小賭機場的毒負弄壞了 你得多上心多難過呀 林青城 你你如此歹毒 既然這樣 我們林家流離不得 爸 奶奶 我林青城對天發誓 如果我甩到你那月派 我去拿五輪號 妹妹 你坐在坐了 現在說這些藝有什麼用呢 下面趕緊滾吧 滾滾 走 你在幹什麼 臭丫天 臭丫天 你怎麼來了 說你是林家 你怎麼能亂闖 趕緊帶這個小賓人滾出去 別再訪問我們林家 秦成 雲天 我就是沒有帥奶奶的玉佩 我冤枉 我冤枉 冤枉了 好好好 你冷靜冷靜 我相信你 這件事 林青城的人品我是知道的 他說沒有 那就是 他說 你相信有個屁用啊 我們可是有證據的 這些歲域都是從林青城的房間裡搜出來的 不是他弄的是誰弄的 林夢陽 這都是你搞的鬼 奶奶 你看看林青城 竟然帶著這個廢物 楚雲天 跑到家裡面來污衊我 就是 我看 市民去國和楚雲天在一起 長時間久了 所以說也變得這樣陰性小人 我沒有 絕望 絕望啊 滾 聽見了嗎 林青城 奶奶讓你滾 還不趕緊出去 出去 老夫人 這件事有一定是差距 沒有你去教的 你放心 我一定會幫你證明清白 謝謝你還相信我 可家裡沒有牽控 摔毀的玉還是在我房間發現的 我該怎麼證明清白呢 放心 有些時候還原真相 不一定要用證據 我們要人做壞事的人自己證明 什麼意思 先去外婆家休息 本來啊 今天就是要給你送學習資料的 你先去學習 至於你被污衊的事 我來幫你解決 沒想到這麼輕鬆 就把林青城趕出去了 真是太歸氣了 哈哈哈 那個青城 什麼就不是 我們他奶的玉可以摔碎了 或者他們 這下都不會趕出去嗎 女兒啊 我要在奶奶面前好好表現 爭取早一點的方式權 知道了 現在就去公司找一找 有什麼合適的項目 爭取啊 給奶奶留一個好印象 管家 發布一則消息 就說地豪集團招募公司合作 不分公司規模 只要創立時間合適 你都可以 是的 可以 我馬上去辦 順便 給林家送入出合作意義 我就不相信 我上當 孟洋 最近公司怎麼樣 奶奶你放心 我剛隔著第一號集團 最近在無差別的專門合作地下 我有信心去談談 行嗎 你說什麼 剛剛第二集團主持人 親自打電話說 對我們林氏集團 很有好感 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那太好了 馬上就過來 怎麼了孟洋 媽媽 奶奶 爸媽 第一號集團 對我們林氏集團有合作意向 我們家要發達了 太好了 我就說我女兒有能力 那什麼時間我們一起去 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們也見識見識 走吧 我們一起去 這幾天 也都不忘了回家 去跟奶奶說不清楚 也不能說明白 到底能不能幫我這裡清白 我難道真的要做一袋屁嗎 放心 就今天 我一定會證明你清白 我還能相信你嗎 我楚雲天對天懷疑 待會兒啊 人家給你求著你這樣做 去吃飯 什麼意思 你就等著看好戲 好吧 你快去準備一份詳細的必要 我們馬上就去地豪集團出合作 那個 林總 怎麼了 你怎麼這副名字 說 剛剛地豪集團負責人說 這是地豪集團的項目 如果林氏集團想合作 那就要請 林青城小姐當項目負責人 什麼 林青城當負責人 你在胡說什麼 地豪集團那邊怎麼會讓一個 被趕出你一家的賤女人來當負責人呢 不 我沒有胡說 這是真的 林青城那個賤人 到底做什麼 這是怎麼回事 成了 別吵了 現在幫你進去 再把林青城搭給打出來 小媽媽呢 他還打算讓你們不舒服 現在又要找他回來 那你怎麼辦 你要不動用 我能說 啊 我 媽 你沒事吧 行啊 就換打個說的爸 趕緊去找你妹妹 別再氣力了 你去找啊 你去找我 是姐姐姐姐 她肯定是讓你回去的 喂 你耍的一手好手段啊 現在竟然能讓地豪集團 相公負責人點名要你合作 什麼姐 你在說什麼 你在做什麼裝 現在 趕緊我回臨室 喂 喂 林沐妖叫你回臨室吧 周雲天 這到底怎麼回事 地豪集團 怎麼會點名要和我合作呢 啊 我大學同學在裡面做高管 我向他推薦了你 他們現在這個項目啊 就是去扶持一些像你這樣 有才能 但因為種種原因被埋沒的優秀大學生 畢業人才 你很符合 原來是這樣 謝謝你 楚雲天 你要幫了我一次 我們一起回臨室集團吧 不著急 你剛才在電話裡也聽見了 你唐姐的態度那麼惡劣 我們不著急回去 現在該著急的是他們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要想證明玉佩不是你摔碎的 我們就得讓他們自己承認錯誤 可是如果真的像你說的 你莫瑤故意污衊我 那他們怎麼會說呢 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們呼來喝去 等他們什麼時候態度好了 我再回去 哎呀走吧 我自有分寸 去哪 回去看外婆 我們買點禮物 莫瑤 你妹妹怎麼還沒回來 再給他打個電話 對不起您拨打的電話無人接聽 奶奶 今天這個臨室 他就是故意的 現在電話都不接 好啊 真是反了他了 該給臨時做貢獻的時候 既然他不來 媽 根本就不該叫他回來 就是奶奶 我就不相信我 李夢瑤還比不上一個私生女 他們現在地豪集團 只是沒有見過我 李夢瑤而已 我相信他們到處見了我 自然不會多說什麼的 聽到 聽到 你好好說話 好慌張張張的 像什麼樣子 最後有難免嗎 只有啊 聽到 最好情緣的不夠人在 什麼 現在 到底你是集團啊 太可惜了 真是個好事啊 算把你光了 走 我們今天去見 幹什麼 怎麼是孤單問 是 我還怎麼勾引他 那大管家 你們光靈轉轉 是 是我們臨家的榮幸啊 快請上座 老夫人不必客氣 我想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對吧 關於 關於地豪和林氏合作的事情 今天我剛好有事 來歸公司看看你們的沉寧 哇 這林清晨小子不在 我看你們是不想跟地豪 哇 大管家 你們誤會 我們林氏集團 能得到 地豪集團的關注 真是我們三生有幸啊 清晨已經在回來的路上了 我就是大管家 我的女兒 能夠得到 地豪集團的 啥可是天降 是大管家 就是不知道 林清晨到底做了什麼 今天欺欺鬼神的事情 是說什麼 大管家 我和媳婦說話就是直 你別介意啊 看來林少夫人 就搞了傷疤忘了疼 這麼跟我講話了 是不大管家 你沒嘴 還看不到我女兒說話呢 你怎麼回頭 屁股 我好想 你這拉到 我們林社里是不一樣嗎 啊 你倆弄得到幹嘛 難道我們不該問清楚嗎 清晨的那個小新人 不知道擁有什麼辦法 竟然能得到 第好幾款的群蠻 你們 我換氣球 什麼東西 啊 心思握索之人 才會胡思亂想啊 我們第好幾款當時 才公開 公正的 清晨小姐 不僅是重演大學的畢業生 只是早就創業的一份小過的 我們女孩 才願意給這個機會 是是是 能得到 第好集團的誇張 是我們清晨的武器 我最後給你們五分鐘的時間 請清晨小姐出來談何處的事情 否則 你都在過 你自己關心 也不太過 我自己關心 還要做 那是 你自己關心 那是 我自己關心 你自己關心 我自己關心 跟我們臨界合作 我求你千萬跟自己 打死你了 打開給你妹妹打電話 有誤導 沒禮可 來啊 祝一天你真的太省了吧 檸檬瑤就是來電話了 現在可以打一套 喂姐 先生你還沒遇到嗎 花花奶奶在這屋子等著一段 我已經在不上了 哦哦那真好 你快點 祝一天 我們現在去 真的能證明我的清白嗎 當然 是時候該許多是出了 大管家的放心 我妹妹馬上就到 免許上女士吉祥安合作 好 再給你一次機會 起來吧 好不然 這以前 明瞳將清晨小姐就嫁回你 不知所謂 當然是明瞳 後來我們家 誤會了 我們家從來沒有趕走過清晨 只是讓她去外國家住幾天 你和我 是嗎 我人 我人 那開始 怪不得從少有 萬一種玩兒 給小姐清晨 看來 只想徹底 不懷疑小姐 別心提起你的氣息 幫你查點 不要回家 別嫌棄 難道 這次真的要被你們新城比下去嗎 好 陳春策回來 快 來 給我新店做 這個 既然你回來 哎 這是我們第一次好的 合作上週 你看 有沒有一個合作 費管家 我我真的贼 人家管家给你 你就拿着招惊 心里只不定多高兴 心里 哎呦 有些人嫉妒的嘴脸 是真够高兴的 警察 我们走 让林梦瑶 自己去跟顾管家谈 从天 这里没有一个外人说话分 你这个搞什么乱 听什么 你 奶奶 我还是不谈呢 我知道 我在你们心里 比不上姐姐 上次林立腿摔坏之后 您只相信姐姐的一面句词 我被误会最近 也没有一个说法 我也就认了 既然今天姐姐 还是不那么待见我 我还是走吧 免得引到大家不开心 进去之后 先演戏 把你的委屈都说出来 再假装不和顾管家签合同 剩下的顾管家可以罢了 是吗 顾管家来接管这次合作 嗯 老夫人 虽然上次我答应给你一个交代 但是我失言了 我没有证据 能证明清楚 清白 你们也坚决不相信 既然这样 那我们也不解释了 对啊奶奶 我深深地想跟您再解释一点 上次的事情 真的不是我做了 我今天来 是真的想跟您说一声 既然奶奶不相信 我也拿不出证据 那就交给时间吧 清白 你装什么不错 因为本来就是你的错 你还在这里假信息呢 看着真要用心 奶奶 爸 谢谢你们多年的养力尖 西洋姐姐 还是那么讨厌我 那我还是走吧 您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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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您不接受 那果实代表我们的你好主啊 换学和你 你还说的多种合作 我和你 不不不不 管家 你许德布 请听啊 你到底有什么有用 你跟奶奶做 奶奶给你做主 老夫人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 京城没有摔坏你的玉佩 她被污蔑赶出家门 这难道还不够委屈的吗 韩人家 你到底什么意思 您听过贼狠抓贼的故事 不是摔碎的玉佩在谁的屋里 不是谁摔碎的 奶奶 请你信信我 我真的没有碰到您的玉佩 她是沐阳 你又不见我的 奶奶 你不能相信他们 我真的没做 还有 顾管家 我听说 地豪集团最顶尖的保安队 不仅善成打批 而且 对善仪说谎的人 能让他说真谎 对啊老师 你给这儿 把污蔑交给咱们的保安队 让他们来问你们 就自然知道 那有意思 不过人 不然好好交给咱们的保安队 不说 我说 不说 您小姐 还是无耻生动 否则的话 我们就叫地豪集团保安队的人 行走 不是 我承认我知道 奶奶 我就是给你心跳了 你心跳了吧 你 你的母女俩想要气死我呀 妈 妈 你笑个劲 你笑个劲 老姑爷 既然天下已经炸白了 你误会了姻成 是不是该想要道歉 你看 你混账 哪有长辈 给晚辈道歉的道理 难道老姑娘不知道 做出事情要道歉 是天津地利的事情 我看老姑娘 还是赶紧给林泽迪他们见吧 怎么看呢 我怪了你 你怪的 老夫人这个伤害者 都已经道歉了 你们两个最恶惑 你也不知道道歉 还不道歉 对不起 我不敢污蔑你 对不起 希望你们 是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而不是随刻一说的道歉 既然身体已经解决 一条路 你还是接受顾管家的 什么要求 对对 行程啊 来的之前错怪了你 是现在还了你的秦宅 之前你不是说过 这样的临时浪斑吗 谁让你现在答应 付管家的合作之一 你还立即是你三派职位 老夫人说话 就还快速 是当然 我老婆是不能说通话 今天要请 接任沐瑶的职位 沐瑶 今天秦室 至于你妈 必须今天离婚 进行出户 是吗 沐瑶 不要啊 我不想秦室 你看到我没有 你一定要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真的不想离婚 老公 你叫妈去就停吧 妈妈 你都去给 没有发的名字 谁去费民 好歹歸 我敢去费民 你才敢去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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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成你再向奶奶给我请一去请吧 我真的不想离婚 我以后三也不敢针对你了 早知今日何必能哭 现在的下场都是你自己哭 现在想到求人了 完了 完了 天哪 老公我走妈 我要走 我走啊你们走不了啊 谢谢小弟 他请你答应我这一次多多请求 谢谢第好集团对我的青奶 我您经常一定不够走啊 太好了 我们邻家发展有望啊 嗯 人好好看 看来奶奶心里本人只有公司的你 不管是你梦瑶还是我 谁能为公司带来你 奶奶就会对谁啊 这种心情 还真的是不我两个感觉 那一个奶奶 好好好 哈哈哈哈 那我就先走了 管家 那我们送送你 谢谢你 一直提供我 谢谢您的朋友 请着顾管家 帮我订阅西法 我 我去帮您入学 女儿 你要给妈妈报仇 妈真的不甘心呢 妈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白受欺负的 我一定会让林青城和出英天付出代价 女儿啊 既然现在 江本的老大 是帝豪集团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 成为他的女人 把我们所有的委屈 不要让帝豪集团的老总 给我们扑扑黄回来 我们走最后一步了 我们走最后一步了 好 我再去帝豪集团 总裁我过来打倒微车 好 那好吗 少爷 三点 一阳地产的李总 请你在吉祥饭店 四要八包间吃饭 你上次已经答应了 好 马上出发 我现在就过去啊 清晨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有个合作计划我也就不太明白 好啊 我现在就过去啊 管家 帮我把和李总的合作推掉吧 我要去帮清晨 好的 这楚少 还真在婚军的路上 越走越远了 妈 你刚刚在给谁打电话 这里不用管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住 帝豪集团的老总 我们绝对不能是你 明清晨那个贱人 只要你成为帝豪集团的夫人 我看谁以后还敢欺负我 我母女俩 可是 他真的打听得到吗 他答应我的事情 一定能做到 难道我当初为了钱选择照片 让他一个人孤苦高兴 现在就是给我的抱怨 不会的不会的 我一定会为女儿夺得最后的生命 妈 你干什么呢 我 喂 秋军 并要集团总裁下午3点去一乡饭店 418环间吃饭 帮了大忙了 以后请你吃饭 女儿了 你赶紧到其中饭店去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放心 妈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要 坐出车来这场场合啊 我也是头一回见了 林志诚 你有没有礼貌 我是你姐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什么态度 姐我不想和你吵架 今天是奶奶的受业 不要耽搁时间了 416 就这件 一会儿等自己淘汰 我还出来 我还不信我拿不下你 主上 你之前不是答应我送一个三十万的包包吗 你放心 只要你表现良好 别说是三十万的包包 就算三百万的房子我的送给你 哎呀 主上讨厌 主上有话 美女是在喊我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楚少啊 果然衣着不凡 相貌英俊啊 楚少你好 我是林氏集团千金 尼茂洋 这次特意来找你 主要是想跟你交个朋友 看来又是一个赶不送菜的 不过这个女人 一身名牌 长着有票 值得玩一碗 当然 美女的要求 怎么能不满足呢 看来上钩了 主上 那我们找个地方 抬一抬人身名下 真好几月日活 行啊 没理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准备 主上 你说了要陪我的 怎么又答应这个金人 主上 您看 不知好 我主上力了 你干涉林消息 我干活了 我 我 还真是 没人没下着吧 主上走请你吃饭喝茶 走 谁跟你们怎么做这事 算了 先把真是要求 嗯 你看这儿应该改一下对吧 最近有人冒充你的名声 自处遭遇了诱骗 但是这个人还没有插出来 我觉得你还是先公开身份吧 谁 还有这种事 先不着急公开 调派一些我们的人手 先去调查清楚 你还是先公开身份吧 是的 出手 怎么 是发生什么事呢吗 没什么 先看你项目吧 喂 爸 秦城啊 你奶奶的生日马上就要到 我和你的公伴们商议 要的龙轩 为了奶奶的一场生日宴会 你下班以后找你过来 不要忘记给奶奶准备生日礼物哦 好 知道了吧 家里的电话呀 什么事啊 奶奶要办生日会 爸爸提醒我要准备贺礼 可是太贵的 我买不起 便宜的奶奶能喜欢吗 不就是别出心裁的礼物吗 我帮你准备 真的 你真的想好送什么呢吗 包在我身上 保证啊 让你在生日宴上 赚足了面子 好 那就拜托你了 哎 看你说的什么话 见 你说什么时候见 我们就什么时候见 你答应了啊 那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 好 哈哈 这是啥 晨晨一直那 然后点什么 来 一够 上去 发声 我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小心 你 accuracy 姐我不想和你吵架 今天是奶奶的受业 下三个时间了赶紧进去吧 你少一副懒得和我计较的样子 这你又没有别人 你装什么装 你别一副全世界 好像就你最高尚的样子 我告诉你 你从出生开始是私生女 这辈子到底都是私生女 你闭嘴 我不是私生女 明明是你妈 当年是我爸妈分居两地 才有的你 我现在是你女朋友 主张我现在是你女朋友 然后呢 你们是谁事啊 太好了 现在就跟我妈打电话 告诉她她这个好消息 妈 我成功了 正好过几天就是你奶奶的生日了 我听你小姑说 你爸爸他们要给你奶奶 在龙轩办秀宴 你带着厨上去 求你奶奶让你回去上班 你奶奶一定会看在楚少的面子上 答应你的 您放心 我一定会在搜叶上 孩子能通知 楚少 你奶奶最近正好要过生日 我想带你回去见家长 你应该不会拒绝吧 见家长 这个会不太重起来 难道楚少不打算负责吗 我们您家 竟然离不上最好集团 但是在江北 也是数一数二的豪门 我可不是随便的姑娘 这个林梦瑶长得不错 家里还这么有钱 我就陪她见在家里 等从她身上骗过的钱 再扔掉人 你的意思 是我是私生女了 林清晨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奶奶现在把公司总经理的位置给了脸 你翅膀就硬了 你从我这里凑走的东西 今天我都会拿回来 我并没有拿走你什么东西 你以为的这是你以为的 哈哈 你就装吧 我现在是有第好几团总裁当男朋友的人 别说是一个经理职位了 就算是我要整个您家 都是我一句话的事 林清晨 你就等着他赶出您家吧 哈哈 什么 他竟然成了第好几团总裁当女朋友 嗯 哎不扬你来了 这个老师说你带男朋友 怎么你一个人啊 是呀同志姐 我替你妈说 你的男朋友可是第好几团总裁 主上 我妈 我确实带着男朋友来 他确实是第好几团的总裁 那有 你说你跟他 钱最万千 哎呦 你这是我们民间的大公圈呀 这以后 可都只往里面呀 小慧说的哪句话 我们都是一家人 以后有什么事啊 我和我男朋友 这也会帮劝的 奶奶啊 我来了 啊 清晨来了 坐吧坐吧 哎 你快一跪 我 这位置我要坐 我旁边的位置 是刘姐 我未来藏姐夫的 刘姐 行事看的不错 你之前也和我们做在一起 那他跟你们坐旁边 爸 这怎么能行呢 你那邊位置是正在坐的位置 林芹傳英公問別過去做の像什麼樣子 林芹傳 你還有沒有一點教能 就 到底是正在你 如果 我們這是在幹什麼呢 林芹誰讓你來的 這是我林家家居的社務 你有什麼資格來 林芹你還這是你的 最適合這個 anybody 崇嶽 天地 根本我們是益ären 我要趕走了現在 貼到林青城身上 was 真的 當然啊小姑 你們聽說到都是真的 出一天 就是一張甩不掉他的高藥 林夢搖 看來顧管家上一次給你的的教學 還沒讓你知道過 出一天 你別以為搬出顧管家我就會怕你 我告訴你 金石不足往日 現在顧管家在我眼裡 我還不怕告訴你 今天你咋來這個宴會 那這樣好 你一手就搬一批轉 等會我男朋友來了 你看我怎麼收拾你 明天 你走吧 我們一家一起 你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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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 你不用擔心 我我們不覺得 你不覺得 你不要擔心 我會說你的 我會不會你 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擔心 就是一個 你沒擔心 自己擔心 你會擔心 你很擔心 你會擔心 還是擔心 壁豪集團總裁能看得上你去 春天你就別自欺欺人了 班中了就馬上就要到了 哎呦順順的 親愛的終於來了 老奶奶 我祝你渤如東海 做起的事 我帶著壁豪集團 你再不住手 哎呦 楚公子大俠光領 這是我林家的東西 快給請坐 我這個壁豪集團總裁 哎呦 果然是寄於現啊 你看這不是慈容物啊 我是莫洋的弟弟 還是塗充這關照 放心 莫洋的家人的主家 你確定你是臉胞的一個主才 好 親愛的 就是這個楚雲天 他一直質疑你不是楚者 懷疑你的身份 不 楚雄 土雄天支持當時的好奇 寬的幼若瑛 acquaint 我是林菁甄 我是輸 林維靖的主翌天 父子主 賺我們主上 你當我們吵 看這家人的態度 這男人估計一點身份都沒有 那我就放心拿理公公 你誰呀 敢懷疑我主套的身份 前面雙女 他就是一个没钱没事 对我们一家男生们的气血 现在啊 就是田子里 那就我们家不得了他把酒罢了 亲爱的 这不是孙子 今天把我吃过茶呢 你可一定要给我出口饿去啊 你放心 你是我主上的人 我不允许任何的情 允许天使 你刚对我不敬的事 我们和孟悠的仗一起算 等宴会结束之后 你可别哭啊 是吗 现在见识 都这么想要 春天 你这样子死在门上还怼你 有有心 小子 敢这么和我吵酒 老太太 我先给你过生日 等生日宴结束以后 你看我一说 是吗 那我就等着看 看你的死给我算 不 我吧 你 wert 我 我 你 去 我 找一个 罪 你 我 你 我 你 我男朋友自然比他这种废物强千 废大一倍 这是我们所受的一笔心意 你快看他喜不喜欢 喜欢喜欢 快跑 我清楚啊 这个急剧有市场价值 市场价估计值三千万 哎呦 真的吗 妈 这份礼物可准备面误字了呀 这份礼物可准备面误字了呀 对我所以说是毫无人没去 我真的那笔心 我心里心里 所以我心里说你 你什么事 你心里说你心里说你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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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拿出來啊 老夫人 這是我和請問 為你準備的禮物 請問 你有沒有感受 你看看你送了什麼破玩意 你送不死就別走 送這麼個破玩意 埋在誰呢 就是也這麼純性給我媽找難看的 明清晨你也是 當然是 既然允許楚義先拿著這麼個玩意來 風弄奶奶 我看你才是最最後手吧 還沒仔細看呢 怎麼真的是風弄奶奶的 我相信今天不會那麼無聊 原來 他就是不曾經歇 你就是不壓嘴硬 好啊奶奶 我來幫你看看到就能有什麼 這不是 多小版的手上的玉珠玉吧 哎呦还真是啊天天 你就是在光宫面前耍大刀啊 人家剃造的那集 洗衣术伏业 这个感觉好像是剃造的 起来真是鞭脚料呀哈哈哈哈 天天你到底怎么好意思拿出来的 亲爱的 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太搞笑了 天天 像你这种穷人 都喜欢拿艳品来仿真 好马上你就记录心思吧 现在骗着这种游分教育 而是对你一颗心态真讲的那些 我不会 反正大家都心知肚明 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就是楚云天 你敢戏弄我奶奶 是不是觉得我们家很有欺负啊 林青城肯定也是帮凶 记得楚云天和林青山 敢这么名目张的呢 在你的副业上 这么糊弄你 我看 你就该好好的收拾他们 哎妈 你之前不才放权让林青城去公司工作吗 这才几天呀 就敢当何万人这样欺负你 我看呀 赶紧收回林青城的权利 对呀奶奶 我知道我之前错了 然后我一反省过了 你就看那楚少的面子上原谅我吧 我肯定做的比林青城还好 谁说我的礼物是假的 我的才是价值三千万金上市的精品 行了吧你也楚云天 你别再胡言乱语了 楚云天 你就是重贵一个 林青城也是 你们两个加持啊 恐怕是能掏出五百块钱的吧 居然还敢这里大人不惨 送了起三千万的东西 林青城 我劝你在奶奶彻底生气之前 赶紧带着他这个废物滚 奶奶你说是不是 青城 请你姐姐的吧 公司的事情 既然你姐 有吐上成腰 那你就别管 什么 奶奶我先都决定了 听见了没 林青城 赶紧带着你的哈巴狗滚吧 唐姐 我看楚云天 就是和叫哈巴狗 哈哈哈哈 你们 哎 简直太过分了 青城 该走的人 不是我们 老夫人 我楚云天对天发誓 我带来的这件宝物 货真价实 如果你们不相信 我现在就可以找健保大师高雄前来鉴定 当场辨别真假 你说谁 健保大师高雄 你不会说的是 那个经常上电视的专家吧 对 就是他 他们的话 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如果我把他找 那种都给你贵 哈哈 楚云天 你吹牛吹上雨了是吧 你以为你是谁 还想起来专家 你要是真能起来啊 我们真给你贵一些 在场 人起来高雄介保大师的 是 我把他扩讨 我把他扩讨 恐怕扩成第二个人了吧 楚云天 您还真是 乱来到唱歌唱 你们就怎么着下跪了 讓鑫堡大宇高雄來一趟林 變別兩個保護的工作 是的少爺我把他安排 竊演得不錯 就是不知道任何幫手 人家願意給你客串 言言高雄莊劍嗎 楚音天 等會您要是請不來人 我看你怎麼演這場獨角戲 演戲的另有他人 絕非是無 這什麼意思 難道他真的知道我冒充壁號集團的事 你在意外啊 複雲天 你不是還想說我男朋友身份也是假的吧 是不是假的 他自己心裡清楚 我奉勸你一句 有勇氣冒充別人的身份 就要有勇氣承擔後 你 複雲天 我告訴你 嫂子都給我眼瞳天 我醜少可不是什麼人都能扔的 你再敢挑釁我 小心我把你趕出江北 是嗎 那咱們走著瞧 看最後誰被趕出江北市 誰的勇氣這麼跟我男朋友說話的 我男朋友那是有教養不跟你計較 你就不知道天高低後了是不是 給你灌 你們怎麼能隨便打人呢 有話不能好好說嗎 並且複雲天的懷疑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大家都知道 地豪集團的總裁一直沒有出現過 怎麼會這麼巧就出現在我們家呢 你就是嫉妒我找了大佬當男朋友 蛇蟹女人就是見不到別人好 就是 你真是酸的 欺人太甚了 就讓你們付出代價 我們就是欺負你們怎麼樣 你們倆怎麼辦 我現在有儲勢給我吹腰 還看你們威脅嗎 菜的 對 我說過 人哪付了過我的笑顏 就是我還說夫妻 聽見沒有 你們倆 時尚點不是彎彎頭人不棒 這也會這麼久 別起來見把大師 怎麼還沒到 高雄高雄呢 打擾各位 約人高雄 收藥到彩片寶 你 你真的是高雄 你這小伙子 說了什麼話 我高雄不是真的 難道是假的嗎 好不不不高先生 我兒子是太真親了 沒想到你和電視上一模一樣 不是 是是 他怎麼真的來的 親愛的你 親愛的你怎麼了 沒事 沒辦法了 大不了被發現 就說我也是被人騙的 親愛的 你說這高雄 真的是蠢聽起來的嗎 肯定不是 你看他來吊實樣 也是 先看看情況的時候 高雄的 零快請上路 這邊想到 您見到你 請別介意啊 老夫人不必投入 還是趕快將 現我店裡的東西拿出來 高先生 請別介意啊 麻煩你跑一趟 需要憑鑑定的東西 就能倆監用 好好好 我媽就鑑定好 媽 我怎麼感覺 這高雄先生 不是還怕處女天呢 怎麼可能啊 怎麼那叫高先生 會怕一個小小氣穴 要怕也是他處女生啊 哦 可是我怎麼感覺 這位高雄先生 好像不認識處女生 這是什麼人都能見的嗎 你別不說 要是都是你同學 你就看見高雄了 是嗎 好 我又誰可以說 高先生 我又不認識你 林夢陽 按照祖約 我已經把高先生幹了 說 是不是該向我下跪 什麼 你你還真向我們下跪啊 不然呢 你以為我在跟你們開玩笑呢 吳一天 你以為高先生是你起來的嗎 人家又沒說 對 學年 別想葬禮 在下市 受地豪集團 不管家活脫 到此來健保的 聽著沒有楚雲天 人家 可不是因為你 就說起來了 你看這個楚雲天啊 說來說去 竟然是冒擬了你的功能 可是 為什麼第二群人不管 做事 沒有和楚少會吧 什麼 你再質疑我 怎麼會 史上你別生氣 我一直想說 這個不管家太不懂事了 做什麼事情 都沒和你這個地豪集團長成人 三秒 謝了 是 是 我堂堂地豪集團 是 不是事物具系都要貨問 一般只有特別重要的事情 跟我講 真不敢來這裡 我裝了這麼久的地豪集團統賽 只有今天最能做的 是不是怎麼敢 自身地豪集團董事長 嗯 看來是手上 想看這個麻婆 慢慢的出扯吧 楚雲天 雖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麼辦法 讓顧管家 請了高先生來 但是我麻煩你搞得清楚 顧管家也只是我男朋友的一個下屬而已 這不是這樣 再怎麼算一倍的算你不能吧 親愛的 回去一定要好好延遲顧管家 他怎麼能善用職權 幫楚雲天這種人出頭呢 你放心 我回去肯定 我現在命令你趕緊走 我這裡不需要你見你 高先生你剛剛也聽見了 我男朋友是地豪集團隊 我們可沒讓你來見 不管家 不過只是我男朋友一條狗而已 實際上你趕緊走 小心惹怒了我男朋友啊 讓你吃點兜子走 二位說話還是注意點吧 我說你這人怎麼這麼不適合的 我知道你沒見過地豪集團的總裁 現在我就在這你也看見了 我現在不用你見地了 我讓你走 你聾了嗎 蘇嬌 既然高先生已經來了 你就讓高先生見地見地 讓楚雲天丟臉 不是更有意義嗎 你幹嘛不讓見地呢呢 喂呀 這楚雲天不是說大話嗎 我們現在就要高先生見地 這不能當成讓他去吵嗎 我說一次 臭貨 出場 參見出場 行了 走起來吧 陷一你先去看看病人 二 你先去看看 土少這麼怕高先生鑑定你的禮物 是怕高先生戳穿你的禮物是假的嗎 說什麼 我的是真的 我會怕 好 既然不怕 那就請高先生鑑定一下 又有何法 好啊 鑑定就是鑑定 楚雲天你別囂張 高先生現在就鑑定 親愛的 吳深正不怕有自協 還怕他一個窮小這麼喘 好 鑑定鑑定 好 那就請高先生 鑑定一下 好 我對著鑑定 真是蠢不自知 你 你說誰蠢呢 誰接話我罵誰 褲雲天 你確定你送的禮物是真的 當然 秦城 我說了我能請健保大師過來 我已經做到了 我希望你也能相信我 耐心等待堅定結果 也就您親神那個蠢 貨願意相信你了 好了 高先生你快說 褲雲天的禮物是假貨對不對 肯定啊 就他那個小玩意兒 還沒巴掌的 要是真的 我跟他信 對 高先生 趕緊說他這個是假貨 你們不要吵了 真正的欲如意 是褲雲天先生這份語意 你一定聽錯了 這意思 褲雲說是假貨 不不可能你胡說 肯定是你堅定錯了 是唐姐 高先生 可是被譽為 國保級的鑑定大師 他還出過國 還得到過其他國家的鑑保大師承認的 還得過獎 我高雄 用了仁格擔保 我的鑑定絕對不會錯 褲雲天先生這塊玉 他的價值 遠超過凡千萬 尚得容易 這道小東西 能做到如此精巧絕倫 我相信 一定出自於 擁有百年傳承的大師之手 老夫人 高先生的話 你總該相信吧 我說過 我和京城沒有敷衍你的意思 明白啊 到底怎麼回事 先生 那到底怎麼回事啊 全是幸福 我讓他準備禮物 起上完下 弄個假的糊弄 原來是這樣 那個下屬太過分了 一會兒去一定要好好演 哎呀 楚少 你的下屬擋姿也推大了點吧 這麼說 他們在私下 不在市面裡多少錢呢 老太太 我從某人也是被人家給騙的 才會送來假的禮物 不過你放心 我會重新準備禮物 來彌補今天的過世的 楚少 你可真是寵辱不驚啊 臉皮能修煉的這麼好 這麼輕易 就把自己身上的責任 便宜乾二斤啊 楚雲天 你少羽羊怪氣的了 我男朋友說了 是下屬 在這邊跟你我 才送到假貨的 這種蠢話 也只有你這種蠢貨的心 楚少 你不是想裝嗎 裝全面點啊 你不是想要彌補嗎 那好啊 別等以後 現在 我楚少做事 全停自己的意願 你說讓我現在彌補 就現在彌補 你以為你誰啊 京城 您看看某些人 明明自己拿不出 被拆穿了 還敢去承認 相信我 京城 這個楚少 對是假的 奶奶 我覺得是林清晨說的也沒錯 既然楚少來給你助手 送到假的 那就該彌補 要不就當場彌補吧 你 林清晨你什麼意思 其實 我覺得林清晨說的也對 唐姐 你們怕啥 今天是晚了是不是 你們也不想來的不開心是不是 嗯 楚少 我想你這麼有錢 肯定會當場送更好的禮物過來 對吧 媽 你這說的不是廢話嗎 那楚少 他可歷是分分鐘的事啊 是吧楚少 是 什麼事 這些 這些 是重新想要我死 我覺得 為了避免今天出現假禮物的這個事件 我還是決定 親自挑個時間 去跟老夫人學禮物 別啊 既然禮物怕有假 那不如這樣吧 老夫人 那就讓楚少送給林氏集團一份一個億的合同入合 什麼一個億的合同 喲 楚少這麼大反應 是送不出 還是不想送 楚少 你不會不想送吧 我們可是見過家長的 以後都要結婚的 當然不是不想送 莫雅 別多想 好 既然不是不想送 那就是送不出去了 老夫人 我早就說過 這個人就是個騙子 你胡說 你才是騙子 是 全天這個廢物竟然敢看不起你 你現在就送我夫婷吧 我說是奶奶也會很高興的 是吧奶奶 既然楚少有這個心意 往生我也不好拒絕 我替我們林家謝謝你的恩責 楚少 事情都到這個份上了 我勸你還是誠實點 承認自己送不出去吧 這個楚雲天 總算做了一件想我滿意的事情 懂得即將了 楚少合作 到時候 我林家 就快一月成江北 就大集之一了 楚少放心 你把合同交給林氏集團 我會讓孟瑤掌管林氏集團 奶奶 你說真的嗎 當然真的 絕不失言 奶奶你 林清傳 你等我拿到公司 你看我怎麼收拾你 你先拿到再說吧 說大話誰不會 你怎麼確定 楚少就能給你拿一個億 楚少 你肯定會給我對不對 你看你把合同給我 奶奶再把公司給我 到時候我們一結婚 不相當於 民視集團就是你的嗎 是啊 我想做這梁媽身上 多擾也行 不讓小婷子我做一個假合同 讓這個林孟瑤得到公司 那我能從他身上得到的錢 不就更多了 孟瑤 你放心 不就一個億的合同嗎 我現在就打電話 你 餵 是我 怎麼了 這個時候給我打電話 你現在馬上給我準備一個億的合同 送到林村 好和工作 獎金必然耍不了你 你又在騙人了 好啊 我幫你囉 但是事成之後 我要五百萬 好 就這樣 這小子 不是一般的道理 還以為會逼著他 存在假髮身份的時候 我打不開 這個人 拿得出手一個億的合同 出手 你出手還真是闊磚 水明天 像我這種人的生活 也有限的 老夫人 沒放心 一會兒一個億的合同就送到 太好了奶奶 你聽見了吧 一會兒可以把公司給我呀 親愛的 你對我太好了 當然了 肯定會把公司給你 媽媽 姐姐 你這個想說也算是辦了一件好事 不然我也不會這麼快得到奶奶的認可 繼續公司 林清晨 我看 事處一天看你不是眼 所以想抱怨你的吧 太后 恭喜堂姐 這以後啊 就是我民家的掌權人了 以後祖上可以當工作 我們 都放心 就是啊 哎媽 我可太開心了啊 楚少出手就是闊闊 你一個億的合同就到手了呀 這樣的話 我們林家不就飛鴻騰達了 楚少對我們林家的恩情實在深厚 莫瑤啊 你要替我們林家好好報答楚少 放心吧奶奶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我們家楚少的 林清晨 你馬上就要被趕出公司了 你可以發表發表感言啊 我 我並沒有要說的 清晨 你姐姐確實該祝賀 韻瑤 你這該不會是想當我們的田口了吧 算你實實目 吃到我的厲害了吧 你想給我們當田口 那就跪下磕個鼠吧 我的話還沒說完呢 林夢瑤確實該祝賀 被騙子耍得團團轉 還高興得手無阻擋 這種愚蠢的人 恐怕找不到第二個了吧 你姐姐獲得寵獲冠冠軍 當然該注意 你啊 嚇死我了 我以為你剛剛說的都是真的呢 京城 我說了主少是個騙子 他就是個騙子 春天 你還沒放棄污蔽我男朋友啊 你沒說你 胡錦的耳朵都要起剪子了 春天 你一直說我是假人 你還不是拿證據的 就是 一點證據都沒有 還一直在這裡嘲嘲的 也是我們主上皮巧 要是犯著呢 早晚真的殺給誰死了 誰說我沒證據 我只是想看看 某些人這臉皮 能有多好 春天 你要是有證據 你早就拿出來了 就是 一會兒宴會結束啊 你就等著被我男朋友 好好教育教育吧 尊敬的客人 打擾你們一下 我說門口一位男子索通 要把這份合同 交給一位姓楚的先生 請問你們誰是楚先生 天啊 肯定是你的合同到了 這臉這臉 這位就是楚先生 先生您的合同 嗨 我的下屬的辦事人力 就是強了 這說話的功夫 這一個億的合同就送到 行呢 放這吧 出去吧 好的 謝謝 你看合同到了 一個一個一個合同到了 太好了 快打上去來來看 對木耀換個老爺來過目 他竟然如此自信 我怕被拆穿了 楚一天 怎麼這麼看著我 是在想待會兒 怎麼讓我求饒嗎 楚一天林興臣 你們的筆記到了 楚一天 你別高興的態度 我可不相信 這本文兵真是嗎 是嗎 不是 您自己看的 你覺得這份合同 真的還是假的 這肯定是真的 這上面啊 都有壹好專屬印章 林天 別在這裏胡言亂語了 林天 怎麼去這樣 不是製造錯了 他全都是壹好集團的總裁 我還不相信 請說你要相信我 今天了 下次 這個時候還敢置疑 楚一天 難道我還不能辨別 一份合同的真假啊 老夫人 他真的不是地號集團的總裁 他就是個冒充別人身份的騙子 放肆 楚少 我看今天這個宴會可以結束了 這個陳雲天 就留給你主子吧 不 不要 陳雲天 我不敢提到現 陳雲天 你相信我 這塊合同絕對是假的 陳雲天 你能不能別鬧了 這件我相信你 陳雲天和奶奶都收了 合同是真的 你 你能不能別去留了 我怕楚少會懲罰你啊 陳雲天 不想讓他被我男朋友處罰 那你就和陳雲天下跪啊 我再要看看你的誠意 你們不讓我看到誠意 不是 哎 還不趕緊跪下 到了不偷了還不知道道歉 陳雲天 陳雲天 你們兩個真是蠢到家了呀 小姑娘 你們把頭都落了 我吵一天對太大氣了 這份合同絕對是假的 給個給 真是服了你了 今天就讓你死的明白 真是讓你的走眼看清楚 這是一個一個合同 說 像你這樣衝動 沒看的 裝模作樣 不要 不要 陳雲天 我的合同 陳雲天 陳雲天 你這樣講師傅走 可是這這怎麼辦呀 你 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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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林俊誠 都怪你 要不是你把腿電帶到這裡來 就不會發生這麼多事 奶奶今天要是有個三胖兩短 我也要給我看 哎呀趕緊送醫院呀 帥家人他也會亂 我是身體溜足嗎 今天要讓你 你一定要幫我奶奶 找最後的醫院治病呀 這次 除了這麼有心有事 我相信除了 你一定能夠找到最好的醫療伴 對是 從你我最改善了 是 你看囉 看一下 你怎麼樣呢 你還要我意思問 就是因為你 讓楚雲天這個混蛋 把我奶奶奶給欺騙倒了 你怎麼這麼白眼拿 我們林家隊你有養育真 你卻要因家仇貌 就是因为你们俩把我发给欺骗了 现在你们俩给我跪下 行了 有什么事冲我来 知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 但那也是因为 我怕你们临下上当受骗 情急之下才自会合同呢 起来好意思 我告诉你 我奶奶要是有什么三十两点 我要给我临家陪战 知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 我会找最好的医生来 给老太太看病的 管家 找最好的神医来 顺便收拾这个冒牌货 是 小爷 春天 你还却流呢 你还得找谁呀 春天 你能不能别捣乱了 难道你真的想让我奶奶死吗 春天 你能不能别老了 奶奶都躺平场上了 你就别再缺流了 清长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会找最好的医生 来给老夫人看病的 连一个民意都喊过来 还很神医 清长 相信我 我会让你失望的 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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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罗续来吧 真一 你先去看看病人 你们都不想做 这不会了 他都不想做 哼 咱冒充所受 该死 什么冒充 不知道 这就怎么了 妈 我一想 这楚云天 他才是第好集团总裁 这楚云 他怎么说一字 你真的是第好集团总裁 楚唱 抱歉啊 之前不告诉你 是怕你害怕 今天这个局面 我不得不承认他 管家 吐龙冒充我身份 招姚撞骗 现在公开的身份 然后送去吃牢饭 不要 你求给你放过我吧 我再也敢了大哥 放过我 我说过 会让你付出代理钱 带走 不要大哥 大哥 你不要 救命啊 那怎么会正义呢 楚唱 你找我们一把 都祝我们牛眼不住 我们在这边骗了这呀 如今以后 你们几个 千万不要住在这里 否则我要让你们 够 生死 滚 老夫人不用担心 只要临时 才是清晨的 你对我做过的那些事 都是 好好好 给林清晨 给林清晨 奶奶 不是说给我吗 你给我闭嘴 你这个车祸 林梦阳 你以为我还会放 来人 把他拖去沙漠种树 不 不 不 我还会放 要不要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YK